哈囉 大家好 我是紅茶 今天呢 來分享一個我們這個 任牙齁 的陣容 他現在改名叫八月回齁 那剛好八月一日就是 任牙回歸的日子齁 他呢真的 我覺得是個很聰明的人吧 一直講這句話 他這個腦迴路齁 我完全是看不懂 平常的時候可能就是煮一些 大概就是 中規中矩的陣容 四龍啊 四子啊 四龍 四子 天人 然後這些陣容 做一些小變化 結果咧 他組了什麼鬼陣 他組了一個叫四獨龍神加天人合一 四獨龍神加天人合一 四獨龍神加天人合一 那就算了 結果他的天人合一沒有關於 他只有用一隻 就是徐楚 然後呢 四獨龍神的話 他是後面有一個劉備 那前面呢是姜維 就這樣 那他一開始入場 居然是靠諸葛蛋 是不是很詭異 然後小喬 我基本上就是 隱身了後呢 就是靠小喬去做一些 輸出吧 所以有點看不懂 那姜維會隱身嘛 所以姜維如果一現身的時候 小喬又可以有儀化節目 四獨龍神 這個我講起來 這個我講起來 我覺得我講的都沒有很好 但他打起來 確實很痛 超詭異陣容 他這個小喬痛炸 我看一下小喬的 是高昂 這時候三個會 隱身了 虛處也硬了 原來他 他周宇航 沒有什麼動到 然後靠 旁痛 和姜維 來輸出 那小喬就是 有儀化 還蠻痛的 然後 徐祖隱身 小喬 儀化也是痛 那有機會 可以讓更多人隱身 那他前面兩隻 試駕跟周宇的話 應該就是解狀態用的 就這樣 把我給做掉了 我都在想這一陣的 驅動模式是什麼 很神奇 但 很痛